媽媽,那個常務在冒綠光快報警 房間冒綠光為什麼要報警啊? 因為這房間裡面很可能藏在外國間諜 -你從哪裡來自中國? -我來自 Guangzhou -你來自中國的工作嗎? -我來自中國的工作 -我不知道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一位在加州定居的中國女星 劉雨昕啊 她的代表角色是步步驚心的名譽哥哥 那她最近發文指出啊 她與家人初有反家之後 發現家中被林原購闖空門了 基本上所有的首飾啊 名牌包啊 名表跟保險箱的現金 而被搶光光了 估計損失有千萬人民幣啊 不少啊 換來的卻是什麼呢? 小粉紅的各種噴 嗆她是賣國賊 遭到美國的鐵拳的對吧 你自己不裝攝影機啊 不裝保安系統 你怪誰呢? 怎麼不搶別人就搶你? 肯定是你有問題啊 你太潛擺了吧 說不定是你自己去炒作的呢 自己偷自己對吧 那這個劉昕雨她也指出啊 她只是發小紅書 提醒海外的中國人最近小偷猖獗 結果被一對小粉紅搬運到微博說 哇我在美國被鐵拳了 要求救啊 希望偉大的祖國救我吧 所以換來的卻是一對噴 這隻小粉紅自己沒有能力 潤 所以她批鬥有條件潤的中國人 那劉雨昕她也列舉了7點回應 簡單帶大家來看一下這7點 第一點我沒有綠卡也沒有換國籍 因為有工作在美國 所以暫時在這裡生活 不存在潤也不存在不愛國 如果你們說出國旅遊等於重陽妹外 出國留學等於潤 出國工作等於不愛國 太誇張了 在哪裡我都是中國人 流的都是什麼血 存在著什麼樣的DNA 出生成長接受的教育 都是來自我的國 我是中國人 對於祖國的愛是不會變的 第二為什麼我來到美國呢 因為我當時得了很嚴重的憂鬱症 我想離開那個讓我憂鬱的環境 想去一個沒人認識的地方 逃離熟悉的環境 同時豐富自己 所以才來到洛杉磯 學英文 3為什麼我不回國呢 我想說每個人 每個階段的工作生活 都是因為當時的機會環境產生改變 人生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的 如果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誰又會背景離鄉呢 我是30家的女演員 國內內卷的環境機會匱乏 好啦其實最重要的是第三點 OK四五六七這些都是在講他怎麼被偷的 首先定義一下論 狹義上來說論如他第一點說的 拿綠卡拿到外國國籍 但廣義上來說 只要你還愛黨愛國 甚至你還掐著愛國飯碗 那這個愛國飯碗是 你不反共的前提之下 而你有大部分的資產 在海外 或是多數的家人 在海外長期定居 這是你留的後路 在選擇論的路上 你就是在兩邊壓寶 像他文章提的 中國現在內卷太嚴重了嘛 各行各業都是嘛 已經30多歲的他 即便他再婚的老公是美國人 綠卡跟國籍都不是這麼容易拿到的 更何況你還沒有老公 那上次來台灣找我們玩的這個強國反賊 他美國護照花了十幾年才拿到 所以現在你當然沒有什麼綠卡 也沒有什麼國籍 也不是很容易拿到的 但是你已經用身體告訴大家 即便你在美國被偷被搶 你還是選擇留在美國 因為美國現在對於你來說 有更大的工作機會 其實你想去哪個國家 定居或是移民都沒有關係 但你不要再拿記點說自己 愛所有的出生地的國家 這一點也是有一些台灣人會幹的事情 你自己可能已經舉家移民到美國 或者是你家的大量的長輩 或是你的家人也是長時間旅居美國 旅居的這個過程可能是因為 你們護照還沒拿到 或者是你們這個綠卡還沒拿到 你們要符合那個資格 所以你們一定得待在那 我也遇過不少這些人會跟你說 其實台灣很棒 台灣比美國好 你知道這些話從你們口中講出來 一點說服力也沒有 台灣這麼好你回台灣啊 你去拿美國國籍幹嘛 台灣跟美國雖然都有民主自由 但在事實客觀上 台灣跟美國完全不是一個級別的 美國客觀事實上就是 整個數據都是比台灣好 總體來說嘛 你們想去拿美國護照 或是正在拿美國護照的路上 台灣人其實你們大方承認就好 台灣不好 台灣拿不足 所以你想要變成美國人 那不就很簡單嗎 所以這點跟那些中國藝人 或是那些愛中國 吃到中國飯碗的那些中國人 但是他們又拿著國外的國籍 然後說我愛我的祖國 我的祖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然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不覺得一樣可笑嗎 現在還在的愛國人是 我認為你們早晚都會被自己的小粉紅 打成反黨叛國的人 只要出現比你更左的那你就是右 你現在是鷹派對吧 只要出現比你更兇的龍 L-O-N-G 這個龍的傳人派 那相對之下你就會變成鴿派 他就會變成鷹派 那你就會被批鬥 你就會丟了飯碗 這個我們從中共歷史看見是如此嘛 那今天這個狀況是越來越嚴重了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條影片 你就知道有多嚴重了 媽媽那個常物在暴綠光快報警 房間暴綠光為什麼要報警啊 因為這房間裡面很可能藏在外國間諜 嚇死我了 沒想到間諜就藏在我們身邊 還好城堡知道房間冒綠光是什麼意思 否則很有可能會出大事 如果你們也在自己周邊發現了這種冒綠光的房間 一定要停泌了 因為這很有可能是境外的間諜情報機構 因為他們用的監聽監照設備 是帶有夜視功能的 一到晚上就開始冒綠光 發光的發綠色的都是外國間諜 所以你們的A股打倒一下 你們的A股都是外國間諜 那個紅綠燈的那個綠燈也打倒一下 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只能有紅燈 對吧三個紅燈 所以你要分辨哪個紅燈是可以走的紅燈 哪個紅燈是不可以走的紅燈 這個記得把你們的青山綠水都塗成紅色的 另外一位知名愛國主持的李香啊 在去年他也官宣他47歲準備退休了 準備長期跟他女兒啊定居在英國 因為他女兒上這個英國的貴族學校對不對 為什麼不上中國的學校啊 其實不只他啦 那許多正統央視的主持人或是編制的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央視正統或是編制 因為有人不是卻打著央視的名義賺錢啊 而這些好多退休的央視主持人或是記者 退休之後都是到歐美定居 時不時還會聚長合照 不然就是把孩子送去美國 這些影片我早期都分享過 所以你們要知道央視的工作之一是反美 才會有這句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這個名句出現 所以為什麼越來越多中產以下的中國人啊 也開始走線到美國 因為他們沒有錢走正常的管道 取得留在美國的資格 有些人確實是因為被中共破壞 或者看不滿中共 但又不敢強而選擇走線投奔美國 OK那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問題是有些人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環境不好 內捲越來越嚴重 這不影響他愛國啊 但他還是要生存嘛 所以他乾脆想說 好那我走線來美國打工好了 他自己可能心裡也知道 在中國幹三年的工錢 在美國可能幹一年 再幹半年就有了 我成功入境之後 再去拉橫斧嘛 然後再去跟美國申請一下政治庇護 你不要罵到聖上 其實都沒什麼太大的事情 所以呢 你就可以在這個期間留下來工作 不管你最後有沒有取得政治庇護 你總有一段時間是留在美國可以工作的 那當然你取得政治庇護拿到綠卡 那是更好 所以呢 有一部分走線的中國人 也是兩邊壓寶 反正美國隨時也可以走嘛 被遣返就被遣返了 那成功取得這個美國的綠卡 那我還是可以回中國啊 對吧 我把美國賺到的錢拿去中國花 我沒有什麼過激烈的 反中共中央 或是反線上的言論 我沒什麼事 如果我在美國稍微有起色了 我還可以肉身在美國 繼續賺錢 綠卡之後可以轉國籍對吧 那我呢 又可以在美國開一個反美頻道 對吧 愛黨愛國 然後跟中國人說 千萬不要來美國 美國太亂了 對吧 美國天天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隨時回中國也是可以的 反正我回中國我沒有風險 因為我是一個反美網紅嘛 因為美國民主自由也不能拿我怎樣 那未來我還是他的國民呢 我還可以投他的總統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條影片 Where in China are you from I come from Where in the US do you want to go Why did you come Take a money For a job There's no job in China I don'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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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其實都有推特專門在報導 中國走線的影片 每天就是這麼多 所以這些是台灣人日本人韓國人還是印度人 廣州是誰的 台灣的 還是日本 日本廣州 甚至去年還有一位在美國的中國網紅 教導大家在美國故意把人家撞殘 但你不要撞得很嚴重啊 你也不要讓人覺得你是故意的 因為如果你一被檢察官起訴是故意的 那罪責就不一樣 所以一切都要布局的跟意外是一樣 如此你就可以對被撞的人負責 你要負責的你就可以長期留在美國 那這個影片我去年也分享過 這裡就不加以贅述 那影片最好是要講一下美希吧 美希昨天在微博發出了一條道歉影片 但是被一些中國網紅跟小粉紅痛嗆 就是AI換臉合成的 馬上帶大家來一起看 在我看來這個視頻是假的 是AI合成和製作的 這個視頻的清晰度非常低 2024年了 美希怎麼可能有這麼差的攝像是攝影設備 那麼第二本身這個視頻的幀率非常低 不到30幀 我們知道一個視頻 比如說我現在給你們錄的這個視頻 美希這個視頻30幀都不到 非常低 我現在所有的錄視頻的都是60幀 其次這個視頻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問題沒法解釋 視頻裡面來想對方一樣 視頻裡面美希說的他沙特沒TPZ 現實呢 現實中美希沙特踢了88分 一個進球一個注重 什麼意思 正如我之前說的去香港的那個美希 可能是假的美希 在利亞德星月踢的那個也是假的美希 而這個視頻就是真的美希錄的 向外界傳遞 沙特我沒踢 我真沒踢 外面在沙特踢比賽的美希是假美希 我才是真的美希 你看這昏暗的燈光 你看這畫質 為什麼畫質這麼差 因為在地下室 地下室的光線不好 4K的攝影機拍出來就像280P 這個視頻抽筋太嚴重了 那麼專業人士我能夠看出來的 美希這個視頻的清晰度 沒有牙齒上嘴皮搏 這是100%的AI特徵 我李老爸就把我的AI打上180P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現在AI進化到什麼地步 我只想說一點 這個影片是由美希的微博帳號發出來 那退以萬步說啦 即便這個影片是AI合成 那是不是美希的帳號發出來 還是美希的帳號被盜用 有一些中國網友啊 就透過這次美希的影片來道出 中國人為什麼普遍不願意道歉的根本原因 那記得這不是我講的 這個網友說 中國人不願意道歉的根本原因是 你的道歉不但不會得到原諒 而將成為對方繼續攻擊你的口實 因此中國只有暴力屈服下的道歉 只有弱者給強者道歉 沒有強者給弱者道歉 西方的道歉是我錯了將會不會再幹了 中國的道歉是我服了你別來揍我我慫了 這個中國網友到底說了是對的呢還是不對的 交給大家去判斷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有消息的 掰